我以前视频里面经常说 我国居民和企业过去两年 因为对经济前景很没有信心 所以说很弱衷于存钱 而不是像美国这边 用于投资或者消费 这对经济的发展和风险资产的定价 肯定不是好事 不过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目前可能拐点到了 这种情况正在逆转 4月份 大家看我国人民币的存款流出 到了惊人的3.9万亿 其中居民和企业 各自流出差不多一半 1.85万亿 本月的数据还没有统计出来 不过我看新闻报道 和银行这边的反馈 也是5月的存款流出的势头 还是保持不变 这里面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 这些流出的钱 大头也不是进入了风险资产或者消费 你现在银行的存款利息这么低 大家的钱肯定是想拿出来 放到无风险的和很低风险的理财去 比方说最近中央发行的首批 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就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上周在交易市场还上演了戏剧性的首秀 国债一般上市的表现会比较平淡 你们没有看到过国债上市的价格大幅的波动 不过这次却是上市当天的价格 是两次触及到涨停板 最高上涨了25% 之后才在当天收盘回落了大部分的涨幅 这算是创造历史了 这反映出了什么 反映了散户和机构投资者 对更高收益的强烈可求 还有一些钱去了低风险的理财产品 保险等等 总共目前在国内风险较低的情况下 能够获得超过3%的收益产品 已经变得很稀有了 但总比银行存款的利息强 所以说大家还是得去抢 对吧 那好消息是什么 就是这些钱既然流出来了 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进入消费 或者是风险资产 尤其是后者 目前的财富管理产品的余额 是同步出现了跳升 这些钱的部分就会流入股市 4月份大幅的存款流出 5月份A股的股市不就涨了吗 当然大家的风险偏好 不会这么快就改了 我看房市就是刚刚宣布了 15%首付政策的那几天交易量起来了 接着交易量又下来了 政策情绪是稍纵即逝 而且股市目前受益 似乎只有某些比较安全的股票 比方说大家看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息指数 是接近202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今年是上涨了15% 更广泛的基督指数 仅仅上涨了5%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不是吗 如果存款外流的趋势 还可以保持 等大家风险情绪慢慢起来了 那这次经济复苏也就不远了 大家觉得呢